今天向大家讲解的电影是无人机战场 在大洋彼岸有一支有名的工庸兵小队 他们总是战务不升 这天接了一个任务要去抓一个人 他们事先埋伏好 很轻松的完成了任务 有一个军火商来找队长 想要他们帮忙护送一批军火 这批军火在一个废弃的核电站 同时和他们一起前行的 还有中情局的观察小队 他们到达了核电站 这里气氛静悄悄的 队长凭借经验 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 于是他便派人进去查看 他还让观察小队的人和自己的手下匹配 同时他说服观察小队的人重新更改了方案 这时忽然有枪声响起 开始有人攻击他们 而且他们很多人都重担受伤了 在另一边军火商和中情局的人 看他们打斗的直播 原来军火商是在和中情局做生意 他想通过这场战役训练遥控机器兵的技能 一边向国防推荐他们的机器兵 而工英兵小队在和机器兵打斗的过程中 有一个队员掉进了陷阱里 这个时候队长也发现了对手并不是人类 而是机器兵 幸亏刚才只来了一个机器兵 如果有更多的话 他们可能就活不下来了 队长非信不吼黑手的做法 可能是想要瓦解他们的队伍 他忽然发现队伍中少了一个人 而这个队员此时正在和机器人抗争 经过枪林待遇 队员躲过了机器兵 而机器兵又来攻击他们一群人 队长利用油桶打爆了机器兵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机器兵竟然没死 而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 又冒出来一个机器兵 队长只好带着他们先跑出去再说 而在观看直播的那些人 正在一点一点消除对机器兵的疑虑 顾佣兵小队本来对死亡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对方是怎么也打不死的机器兵 而且这还是一个圈套 队长怀疑观察小队是内鬼 可审问他们的时候 显然他们也是毫不知情 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怎么对付机器兵 他们发现刚才打斗的时候 机器兵也会流血 只不过不是人类的血 所以这种机器兵有很好的灵活性 顾佣兵发现机器兵不攻击观察小队 于是狙击手 试图用平化柚子弹攻击他们 没想到竟然打死了机器兵 这让中情局的人开始怀疑机器兵的实用性 而军火商一心想要做成这笔生意 于是开始激活更多的机器兵 然而这个时候顾佣兵们 却能很轻松的杀死机器兵 可无奈机器兵太多了 一大批向他们涌来 他们只好另想办法 队长经过研究 终于发现了机器兵的弱点 原来这些机器兵都是通过操纵员无限遥控的 那样的花枝附近一定有相关的天线 用来接收操纵员的信号 队长在紧急时刻打中了天线 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所有的机器兵都禁止了 雇佣兵小队也逃过了一劫 军火商见这情况想要坐飞机赶紧逃掉 没想到雇佣兵们竟然这么厉害 然而雇佣兵小队早已经守门口 干掉了中情局的人 并且敲诈了军火商一笔钱 好了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